大家看 9月14号晚间 伴随着一声声MVP的呼喊 作为本届篮球世界杯全球大使之一的柯比 出现在北京球迷见面会的现场 面对现场众多热情的球迷 柯比也以自己的故事举例 激励年轻人勇敢追逐篮球梦想 当我捆个小肢比我的 我认为比达会很久 小小小挑战 你去一步 一步 一步 最后一步 你知道你最面碍的 pregunt 17岁时顶着全美最牛高中生的光环 科比参加了NBA视讯 当天现场 当被问到17岁时 自己是否已做好登陆NBA的准备 科比马上以幽默的方式 给了否定的回答 在篮球圈子广泛流传着科比的那句 凌晨4点的洛杉矶的励志语录 而他正是凭借着自己的这份勤奋和自律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天赋 20年的球员生涯 科比创到了许多记录 拿到无数奖项 而科比没人记住的画面 还有当球队处于落后时刻 他勇于承担责任 站出来投进的一个个关键球 2016年4月14号 科比以一己之力逆转爵士队 比赛后 38岁的传奇球星 也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如今换了身份的黑曼八 依旧以自己的精神 鼓舞着篮球世界里的青少年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